好 印象最深的就是 收到那時候是高中 然後收到同學 他在超市上班的贈品 送的贈品 是娃娃 然後他上面還貼的贈品 不得怎麼收 非常尷尬 那你當下有什麼反應 我傻眼啊 因為我以為聖誕禮物 就是大家精心準備 然後看起來他應該就是 臨時找不到 因為其他的同學有拿到什麼 圍巾啊 手套啊 就是比較符合耶誕氣氛 結果 我只拿到娃娃 所以 從事以後他還教你嗎 那時候就畢業了 之後就畢業了 就沒有在一起那個 所以你是做不出來這種事的 我沒有辦法 我也想要 既然要準備就準備好了 因為一般都是規定價格 對啊 那如果 我之前也有送過 手錶 嗯 然後也是挑 就是比較符合的 因為有時候挑 你會不知道說要送男生還是女生 所以就要選 可能大家都可以接受的 你今年最想說到的 夜代禮物最想說到 夜代禮物最想說到 我覺得 都好耶 就只要是吸引你們都很喜歡 你有什麼夜代計畫嗎 計畫 我覺得就是去 看看 新北夜代禮物 對 因為 不是 就是去 我每年都會去看 然後去 走在那邊 感受一下夜代禮物 其他 很多啊 所以就是 所以 你都會嫩處理嗎 嗯 我 都比較 低調 所以 變裝都是 對 我都會 其實就是 穿得很聰 對 而且 主要也是跟朋友 所以 就是比較不會 擔心被認穿衣服 我會覺得很晚 對 如果跟 另一半一起 帶一家老同學 會去玩玩 對 好 謝謝 盡 好 謝謝 謝謝 感谢观看